不加不减帧区勾知不加不减帧即可 大家对照图纸 也可以按照规律勾完这一圈 并在对应位置做好标记 最后引拔结束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五圈完成后的样子 对比上一圈加了12帧 这里我演示一下收线头的方法 预留出五厘米左右的线头 剪断 拉出线圈 我们来区分一下正反面 从正面看 可以看见最后一圈针目的辫子 反面看不到辫子 正面纹路清晰 反面纹路模糊 将线头顺着织物反面的纹理收进去 勾针条反面的线圈 将线勾出 线头勾出线圈 拉紧 这样相当于打结固定 大家可以多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下所有的记号扣 大家看 这个就是主体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学习半圆的编织 半圆分成大半圆和小半圆 勾织方法一样 指示圈数略有不同 这里我以小半圆为例进行讲解 来看图解 小半圆通过绕纸环形起针 来回往反勾织 勾织过程中进行有规律的加针 和主体加针区加针规律相似 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 开始欢心起针 右手拿起线头 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一圈 两圈 现在上方一共有三根线 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 取出 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 从中指与食指之间传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 然后勾针穿入线圈 然后勾针穿入线圈 逆时针绕绕线 将线勾出 勾一针锁针固定 拉紧 拉紧 大家看 这个就是缓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 来勾第一排 立三针锁针作为缠针起立针 一 二 三 这三针锁针 算作一针长针 在第三针上扣上记号扣 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面 再勾五个长针 一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加上其立针 一共有六针 五 加上其立针 全部勾完后 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首先轻轻拉一下线头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线圈从线头的这一侧拉线圈 还剩一个线圈 还剩一个线圈 直接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 接着勾第二排 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起立针 做好标记 将枝片反过来 起立针算作一针缠针 这是第一针 对应下方的这一个缠针针目 在同一个针目 再勾一针缠针 因为是来回往返勾枝的 针目在缠针的左上方 这样一个特殊的长针加针就够好了 其余的在每一个针目上都加一针 大家对照图纸一直勾完记号扣的前一针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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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一 二 在最后一帧上做好标记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 每一帧上 都加了一帧 一共加出了六帧 大家对照表格和对一下总帧数 继续勾置第三排 立三帧锁帧作为长帧起立帧 做好标记 翻转支片 这是第一帧 对应下方第一个帧目 然后挑相邻帧目 加一帧 一 二 一帧不加不减缠帧 这一排的编织规律是 隔一 加一 按照这样的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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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排是隔三加一 以此类推 每一排都是在上一排的基础上 加出六帧 每多一排 间隔的帧数就多一帧 每一排的总帧数 以及加帧规律 表格中都有参考 大家也可以对照图解勾支对应帧法 最后勾支完成后预留出五厘米左右的线头 将起始预留的线头一起顺着置物反面的纹理藏进去 这个就是加帧的方法 再次强调 这里我只是演示加帧方法 大小半圆的加帧圈数略有不同 具体以图纸为准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到这里半圆的勾支就演示完了 接下来学习补角的编织 补角分成大补角和小补角 先来学习小补角的勾支 来看图解 小补角通过绕纸环形起针 逆时针缓转向外勾支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加针形成一个圆支片 第二部分通过变换针法形成一个角 第一部分加针规律和主体加针区的加针规律相似 用到的新针法有 短针 短针加针 中长针 中长针加针 以及长长针加针 下面请先看我演示第一部分的勾支方法 首先按照半圆的起针方法 以及第一排的勾支方法 在线圈里勾出12针长针 包含起立针在内 起立针做好标记 比赛 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接下来勾第二圈 先在起立针位置加一针 然后再相邻针目加一针 一、二、二,车圈在每一个产针针目上都加一针 这一圈在每一个产针针目上都加一针 大家对照图纸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加针,在第一针上引拔结束。 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在上一圈的基础上加了12针。 继续勾第三圈,这一圈的勾制规律是隔一加一。 一针不加不减缠针。 加一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勾完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在第一针上引拔结束。 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三圈完成后的样子。 到这里,小补角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来勾第二部分,只有一圈,先按照隔二加一的规律勾制。 继续勾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在相邻针目勾一个中产针 勾针绕线一圈 穿入相邻针目 将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个就是中产针 接着勾一针短针 勾针穿入相邻针目 将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穿过这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短针 然后在相邻针目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在相邻针目勾出两针短针 穿入 勾出 绕线一次性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一针 一针 穿入同一个针目 两针 勾完短针加针 勾两针不加不减短针 一 二 勾一个中产针加针 从同一个针目勾出两针中产针 绕线 穿入相邻针目 将线勾出 绕线一次性穿过勾针上的三个线圈 一针 两针 这个就是中长针加针 往下勾两针不加不减长针 然后勾之长长针加针 勾针绕线两圈 穿入相邻线圈 将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一共有四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还剩三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最后再绕线穿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个是第一针长长针 再勾出一针 勾针绕线两圈 将线勾出 绕线穿过勾针上前两个线圈 重复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个就是长长针加针 往下勾两针不加不减长针 最后勾之中长针加针 一 二 在记号扣位置引拔结束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完成后的样子 预留出五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 拉出线圈 这两根线头都按照主体收线头的方法 将线头顺着织物反面的纹理残进去 正反面按照前面的方法区分 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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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线头 掌握 阿尔 盆 楼 太 这 这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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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